诶 看看 我们已经在农场里和动物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天 而你们的父母还坐在那里喝咖啡 很可能还在吃蛋糕 哎呀 祝他们好运 所以我们已经看过吗 牛 猪 鸡 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所有东西了 所以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宝儿先生 我好像还听到了什么东西的声音 你们这里也有狗吗 还有猫 妈妈说 可能还有小猫你 哦 那真是遗憾 完全忘了 当然我们也有狗 我们甚至刚刚有了小狗 狗狗对我们的农场也很重要 他们帮助看护动物 同时也是来放孩子们的绝佳玩伴 对 伊诺 当然是我们也有猫 他们最近也生了小猫 而那些小猫咪在专业助娱中被称为小猫 哦 我的天啊 哦 我一定要看看 我真的很想抱抱那些小猫咪 那些小猫咪多可爱啊 再见了 我觉得伊诺那肯定也很可爱 但我更想看看那些狗 它们总是很好玩 这很有趣 无论如何大家 看那边 我觉得有只狗真跑向我们 回来 到这里来 很好 真是只好狗 请允许我介绍 这是雷克斯 我们的牧羊狗 它实际上是我们农场上年纪最大的狗 而且它一直都很友好 现在怎么办 但是除非是老板在这里 我们可以抚摸它吗 阿道 哈喽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它确实非常酷和这个农场 我们的所有狗狗都训练有素 你们可以随意抚摸它们 但前提是狗狗也愿意 最好还是用平手向它们伸去 让它们能够问问你 当然 就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 也要慢慢地合进身地 但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小家伙们 好了 我们到了 这里是我们重视的伴侣 以及它们的事件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宠雷 你们有关于狗的问题吗 是的 宝儿先生 我有个问题 它们会做技巧吗 是的 我们的狗很有才华 因为它们可以做到做下 它的一生 抓着 给东西 有些甚至可以去回来 我来示范一下 这是逻辑时期 好孩子 怪 现在是贝拉 行 对 很好 贝拉就是这么怪 而且看看这边 活鸡们 小家伙居然给了我她的照片 太白了 很好 哎嘛 你们看 对狗狗训练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小狗 这可能需要很多耐心 但这有助于它们学习并感到安全 狗也需要清晰的领导和规则 它们必须知道谁是领导 否则它们自己会成为领导 哇 宝儿先生这真的太酷了 这些狗亭花得很 特别是它们 狗通常吃鞋什么 所以狗吃特质的狗粮 其中自然包含大量肉类 荤和蔬菜 又是两盒改两可供选择 偶尔它们也会从肉谱得到新鲜的肉 或者很多零食 它们自然是特别喜欢的 特别是在狗狗训练时 使用零食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技巧都有奖励 鲍尔先生 我也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你们不能吃的东西 或者狗真的可以吃所有的东西吗 不不 一挪狗狗并不能吃所有的东西 有些食物甚至对狗狗有毒 比如巧克力 哇 这里的狗真是太好玩了 超级酷 鲍尔先生 狗的最爱游戏是什么呢 一只狗能活多久 是的 爱马狗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 它们喜欢社交 或者更准确地说 它们需要社交 因为狗是群居动物 那狗呢 尤其是吃饭和见回来的玩法 是它们的最爱 狗的寿命实际上取决于品种 但许多狗大约或十到十五年 鲍尔先生 为什么狗总是没有这样问一问我们呢 是因为寻能问得很好吗 吃得非常好 汤 狗的嗅觉比人类好得多 鲍尔先生 我对之前的问题含有疑问 当它们训练狗的时候 狗能理解它们说的话吗 狗也会感到悲伤吗 狗不完全懂我们说的话 但它们理解声音和一些词 特别是经常重复的 所以重要的是在此见面 而不是偶尔 而是经常 而且狗确实能感受到悲伤或孤独 它们有感情 也需要像我们人类一样的爱和关怀 这就是为什么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说到朋友 大家看 这边有只猫 它很可爱 不是吗 台湾没了 看来我们的小猫咪 恰好在呱当的时候醒来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吧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它们太软了 呃 鲍尔先生 为什么猫白天会睡觉呢 是的 你知道吗 爱马猫平均每天要睡 16到18个小时 至少是二格 但往往更多 又是甚至高达20小时 这是因为猫需要比我们人类更多的水面 所以它们白天也会睡觉 因为它们在轻型室消耗的能量 比我们多得多 它们在轻型室完全沉浸在熟悉和玩耍的本能中 Tartisan 它们即使在睡眠中 感官也继续工作 一边再遇到危险室能力激兴来 因此它们在白天也需要不是低消睡片刻 哇 猫的生活真是太棒了 我觉得真的很酷 就像这样长时间的睡个篮卷 鲍尔先生 这里的猫可以到处自由走动吗 我总以为这些 我以为它们更喜欢在外面的房子里 为什么它们都在这个马棚里 我判断 它们确实也这样做 朱利安 因为我们所有的猫都是自由活动的 这意味着它们会在外面四处走动 然后会来吃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几周千才得到小猫咪 所以我们建造了这个来保护小猫咪和它们的猫妈妈们 此外 这里还有所有的食物 即温暖有数个 同时提供足够的玩耍空间 但是鲍尔先生 猫也很喜欢追逐老鼠 对吗 那么所有的老鼠到底在哪里呢 它们是不是总是在夜里活动 因为它们白天更喜欢睡觉 猫在黄昏和清晨最活跃 没错 熟悉是一种天形 猫儿们都是出色的吸收 因此 如果猫咪不是自由行动的 那总是很棒的 即使是猫 也应该定期带它们出去散步 就像流沟一样 用绳子前兆 那看 由于我们的猫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很幸运 通过熟悉 它们帮助我们把老鼠从我们的农场赶走 但偶尔我们的一只猫 也会带回来一只老鼠 这是它们的一种方式 表示喜欢你 并为你带来礼物 小毛或者小毛迷 它们太可爱了 我们真的可以抚摸所有的毛吗 一只猫能活多久 鲍尔先生 是的 你可以抚摸它们 但要温柔 哦 猫不喜欢被粗鲁地抓住 尤其是我们的小猫咪 猫可以活得很长 有些甚至超过15岁 有些甚至可以活到20岁 这比我还老 告诉我 阿宝尔先生 这些猫都在这一起剥皮吗 我以前认为猫 不是吗 这个追随者 朱利安 你也保持得很年轻啊 是的 朱利安 我们家的一些猫实际上比你年龄混大 但是虽然猫被认为是独立的 但它们不是孤独的动物 猫喜欢有班 非常享受有人陪它们玩耍 相互疏离猫发 或者拥抱 因此拥有两只猫总比只有一只好 因为人类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些 正因为如此 当你需要工作或还在上学时 猫咪们通常会肚子义人 但是如果你有两只 它们可以相互陪伴 完全是有道理 宝尔先生 您最喜欢吃什么 见了 预购不同 猫是纯肉食性的 太棒了 喜剧 选择特殊的猫食量 最好不含固物和汤 肉含量越高越耗 干粮和各种小吃可以偶尔给予 呵呵 看 小家伙给了我一个抓子 真可爱 呃 鲍尔先生 您能学会像狗那样的技巧吗 猫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 它们确实可以学会 对自己的名字做出反应 或者学会各种技巧 比如坐下 趴下 呃 拍摄照片 甚至更多活动 为此 呃 最好是进行定期的训练 有时候几分钟就足够了 重要的是 就像狗一样 需要定期练习 当然还有很多零食 作为奖励 鲍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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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 猫如何沟通 如何判断它们是否快乐 我如何知道一只猫是否信任我 呃 你可真好奇 工资好 那些就是最后的问题了 所以 它们通过妙妙叫 呼噜声和身体语言进行交流 每一只猫都由其表达自己的独特方式 然而 通过不同的体态 每个人都可以大致判断一只猫在特定时刻的感受 例如 当它害怕的时候 它们把尾巴上的毛弄得特别碰颂 看起来尾巴非常浓民 如果它的尾巴也是正常地质值地书起来 那么一切都很好 这也是它幸福的标志 但它们却喜欢呼噜声和摩擦 这就像是 它们在送出一个文 关于信任的话题 如果一只猫完全躺在北上睡觉 这是它给予的最大的信任礼物 因为它们的肚子是最脆弱的 最后一个小提示 如果你有一只猫 那么你就深深地看着它的眼睛 同时慢慢地眨眼 如果它能强迫它们回来 那么你们就知道它也爱你 好了 现在也差不多了 你们可以再亲热一会儿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孩子们 你们知道在一个农场里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它也是一个可以金具池体验自然和动物的地方 希望你们今天过得很愉快 还能了解一些关于农场动物生活的情况 是的 当然 现在我对狗和猫的了解多多了 当然 也包括牛 猪和鹅 当然 也不要忘了鸡 羊 鸭 山羊 甚至 就像对待一头鹿一样 哈哈哈哈 是的 听到这个我很高兴 你们今天确实学到了很多关于各种动物的知识 是的 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因为我们交了很多新的动物朋友 我们已经学到了这背后的重大责任 以及尊重动物的重要性 并且好好地照顾它们 对啊 而且 呃 鲍尔先生 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很开心 那么 亲爱的们 下次见 很高兴向你们展示这一切 你们随时都受欢迎来到鲍尔 鲍尔的农场 现在该睡觉了 魔活鸡们 怎么了 我是艾玛 我哥儿 哦 如果你们想听更多关于我哥儿家的故事 可以去Spotify看看 经过iTunes或Amazon Music 在这里 你们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优生居 相信我 他们真的很酷 我只想说 听得开心